我们的流程继续往下走咯 我们当初从 拆除 泥座 水电 这些工种结束了以后 现在换木工师傅 要进场了 这个是在装潢里面 占最大的一部分 你可能会花 将近一半的钱 可能是在做木座的部分 你都会看到 木座师傅一定会 把他自己的锯台 搬到你家里面 从前面会看到 通常会写神柜两个字 这是木工师傅的一个锯台 因为他要现场 量好之后 现场去做切割材料 按照你家里面的 实际的尺寸来施工 然后你的 保护措施也要做好 因为有些机具 开始进场了 这边的地砖已经都铺好了 所以你的保护措施更重要 如果你这边 有地砖已经完成了以后 那记得 这地方一定要把地砖都给铺起来 好 通常我们在木座的部分 就是包含了天花板 地板 还有一些柜子的部分 那柜子呢 现在基本都被系统柜厂商给吃掉了 这一块的市场 被系统柜厂商给吃掉了 那木工师傅呢 可能就是做天花板 地板 还有一些比较有造型的一些柜体 好 如果说你特别 喜欢木工的手艺的话 你甚至你不用系统柜 其实也没有关系 好 这个要注意一下 天花板的部分 然后呢 这边也是一样有天花板 那天花板在做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的是 有没有管路 管路有没有去包管 这边跟水电也要配合 好 在你的水电 在你的木工进场以前 你的水电 应该都要把你的电线都要包管包好 好 防止什么 防止时间一久啊 你这个 这个 电线外面的绝缘线 好可能会氧化 可能会被老鼠 好会被他咬断 好造成了电线走火的问题 所以呢 这个套管的部分 一定也要注意到 好在你做天花板的时候呢 也要顺便盯 也要顺便看着 好当初的水电师傅 是不是有把这个管路给做好 不然的话呢 等到一封板封上去的话 哇你就看不见了 好会有问题 好 好要注意一下 然后在做天花板的时候啊 你看一下这边 有没有看出来 这边的天花板的 他在做这些骨架 跟这边的骨架 感觉是不是有差别 这边的密度好像比较密 这边的密度好像比较 好像比较稀疏一点 好 那这个呢 会造成了你这个 天花板的扎实度 或者是天花板容易变形 好等等之类的 有的师傅呢 甚至很有自信 好 直接在这个上 如果你问他说 哎这个有材吗 好甚至呢 他在上面吊单杠给你看 好在上面吊单杠 好说我这个 人的重量都没有问题 好一个七八十公斤 人的重量都没有问题 原则上 应该天花板盯上去之后 好 不会掉下来啦 放心 好这个要注意一下 好你会看到这边 就会比较稀疏的做法 所以呢你在 在师傅在做天花板的时候呢 你要去盯着看 好跟他讲说 哎这个可以多掉几根啦 好 每三十公分 每三四十公分 就可以下一只脚料 每三四十公分 就可以下一只脚料 好 这个要注意 或者是呢 你要开始做隔间墙 以前木做隔间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也可以进来了 好 这个要注意一下 好 那 当初有跟同学讲过嘛 在封板以前 请你要把拍照 把这个管路的部分都先拍照拍好 等到封板以后 这些管路就看不见了 好 好 这天花板的地方 再来你会看到 之前有跟同学讲过 细栓盖板 它是比较硬的 它没有办法做像这样的一个造型的骨架 有时候我们的这个床头啊 设计师会给你设计成这种有造型的 像这种有造型的 它会要闪这只梁啦 好 所以呢就给你做一个这样的一个造型 那这边呢将来就是用甲板的部分去做 好 没有办法用细栓盖板的方式 那你要做成这样子的话 应该你这个木工也不便宜 好 所以呢 这个不知道是设计师帮你这样设计 还是业主有这样的要求 说他想要做出像这样的效果 好 一个弧形的效果 那这个就应该会花不少钱 好 这个要注意一下 木座的部分 好 然后呢 木座的话呢 最后呢 木星版封版 或者是呢 我们柜题的话 木星版封版 然后呢 天花板的话呢 通常都是细栓盖版封版 或是石膏版封版就可以了 比较少 再加一层木星版 比较少 就直接细栓盖版 然后呢 就油漆了 好 然后呢 开始做电视柜啊 电视墙啊 好像你的电视墙 基本上也是木工师傅 按照图面去设计施工的 然后呢 细栓盖版封版 有没有 骨架做好了以后 像我们这边的骨架做好了以后 就是细栓盖版去封版 OK 然后呢 那将来这边再补土 好 再连AP胶 再贴胶带 把这个缝隙补起来 油漆 天花板就完成 好 好 然后呢 如果你是木座的话 或者是 你是木座墙 或者是轻格尖墙 记得 一定要盯着看一下 有没有塞隔音棉 好 不然的话一封版 你也看不到了 好 这是可能当初设计师画的一个设计图 最后呢 小材 做好了以后 最后就封版 最后就变成一个 我们要的一个效果 就出来了 好 再来 好 电视墙 有跟同学讲过 如果你这个地方是要掉电视的话 请你一定要跟师傅先沟通清楚 然后呢 师傅会在这个地方去帮你去做一些 比较多的一些补墙 好 才不至于掉的时候呢 东西会掉下来 好 这个要注意 要去做一些补墙的动作 好 好 初期的封版 好 然后呢 贴细栓盖板 然后到时候就有期完成 好 这是木工师傅所做的部分 那还有一部分是做地板 好 地板呢 一样也是上骨架 就跟天花板的概念是一样的 你可以先上骨架 然后呢 再铺木地板 或者是你的地板的状况很好的话 你不垫高 直接铺木地板 也是可以的 好 也是可以 这个以后讲到地板的时候 我们再 好好的来跟同学聊一下 这边先让同学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好 有的时候呢 为了 后面防潮 好 我们会做一个防潮布 最后 才是把柜体 架上去 好 这个要注意一下 好 有这样一个做法 除了甲板之外 怕太潮湿 还会加个防潮布在里面 OK 好 最后呢 就完成一个 我们要的一个 电视墙的样子 好 这是一般的系统柜的一个 柜子 OK 好 那木做完毕之后呢 还要贴木皮 如果你今天是木做的柜子 它一般来讲 是这样的一个细算盖板 抱歉 是这样的一个木心板的一个 原本一个皮 你还要去贴木皮 才会像这样的木皮的颜色 好 如果你是系统柜的话 系统柜 它直接上面就已经 帮你做好板材了 可以转下去看一下 好 系统柜的话 直接就有板材在上面 所以呢 你不需要再去贴木皮 好 这个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好 这个以后还会再跟同学讲到 好 那木皮呢 里面要不要贴 里面需不需要贴 看你的财力 有钱的就贴 没钱的 里面就不贴了 看你的财力 那也要跟业主讲清楚 我今天估的价 是只有贴外面的皮 里面没有要贴 你要跟业主讲清楚 不然的话 业主就给你挥 说你怎么里面没有贴 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要注意一下 好 在跟业主估价的时候呢 要讲清楚 里面是没有贴的 好 这个要注意 好 那 有的人呢 会在木座柜体的下面呢 加一个紫外线的杀菌灯 你的这个拖鞋啦 外出鞋啊 都可以放在那边杀菌一下 好 杀菌灯 好 这是我们像我们当初 看到的这些柜体嘛 都是在 就像类似像 虽然不是同一间 好 虽然不是同一间 但是就类似了 对不对 就是一开始呢 用一个木座 他一刚开始 木座的话 就是 像这样的一个 做法 之后呢 再封板 好 好 有很多地方会看到一些木座 的方式 好 这就是木座 这不是系统柜哦 这是木座的部分哦 好 好 然后贴皮 最后就完工 好 电视柜 也是一样 电视墙 最后外面贴皮 你会发现它是木星板 然后呢 最后才贴皮 贴一个木皮的颜色 好 这个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